马东西有雷的 有雷的 好队友高兴啊 在更高点的地方 这个宝宝多的一笔大 你正短以达打字好大呀 虽然差一点点燃爬成功了 但是马东西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啊 那这样一起一波冲锋 来到竞点 sms 好难过 这应该是做了一个设计 是的 本不富裕的家庭又是雪上加霜 旋子一看不追近啊这个情绪了 火车北战这条公路真通不了 这相对来说NAPI稍微起了一点点速度 然后路上正好遇到了过路的RBS 完了RBS遇上了New Happy 出品 你出好快 自己提过来一把架 我喷了 喷了两个 今天就在石头里面 喷了两个 因为被污л 我没有想到 发生什么 不是一开始有一个先手优势吗 这是一个投车 表示如果再往95k那边走的话 95k他们就悟空踩着有点的 好的过路啊 收一波过路费mcg 直接把小五弟弟带走 大家都在抢节奏 表示悟空很快能够支援到位 有兄弟的 我觉得这一波真的走得太远了 去他们这个位置的话 在cdv附近平就可以 扁体啊 对我开车吸引一下枪线 然后顶到前面的一个反斜 有惊无险 我催修一只 有一个三倍镜 放了一个三倍镜 只能靠火力逼退 只能靠火力逼退 还起到了效果 远点这个火力 小海炸的还是很死的啊 他近点刚刚一V到那一波的话 其实也是把推击打成一个残血 还是打下来了 没时间打药呢 嗯 对又回切了一手 悟空要不要合一手啊 我有小童这个位置 是 是 活下来了 不想把什么cc给放倒 他就一丝血 对不过小童能活下来 他自己也是没想到的 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和观众包括 而且DT林家绕合的位置 会有收益吗 会有收益吗 打的 是 是 林家那个位置 感觉都已经放弃了 走了 不打了不参战啊 你玩 嗯 也不敢 也不敢 太这个招 主要佩尔刚刚一波 盲扎过来的话 他的车载具情况如何 应该被打的 他有个反鞋 不知道他载具保存的怎么样了 但四面八方 只有角度去修他的车的 十七看到悟空分采的那个南部房区 牛APP也是拿到十七刚才上出来的这个房区 嗯 大家都在接顺位了现在这个阶段 对 一辆车很危险啊 马上要遭遇到DT的一锅洗礼 先拿到一个小童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后续队友在帮忙补枪 跟上就行 应该天路这不很难存活了 这个位置吃一颗手雷 要看反抗的一个韧性 DT这里位置基本上是玩客天路 嗯 这鱼人还一枪酸具撒掉了雪魔 直接这个车炸了 雪魔已经被补掉了 相应的DT应该也成功了 知道你少人赶紧过来 哇高薰 先把今年鱼人晃高以后 EVB也是一个弹选 旁边玄子出手了 摸了一点分手 但自己的血量也太低了 选择送给蓝圈 是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马东西和高薰两个人的前点发挥 非常不错 面大巨大的 NIP脚底下贴了人 F1很明显对这边的NIP是有想法的 方向吧感觉Pyro那边有可能是他们下一个 目标啊 往前踩一踩就知道Pyro的位置了 主要这个圈形就来回切来回切 反正也要看载具情况啊 哇 经典旺仔一出来直接被小佐从车上打掉 嗯那按照这个喜不焉来看 我感觉他们是不知道Pyro在这个地方 嗯 嗯嗯 嗯他们之前好像对这里出过枪 可是这个鞋或他们不好处理 哇这出来感觉烟雾好像多好躺 远点还有F1的一个枪线 针对的 针对了这个F2i 嗯 手来线炸掉了黄一鸣 是的F2i疯狂的进攻 这个时候想救人就是不可能的 这次救人不惨 你要拼枪 哇呦 直接给小龙给黄一鸣打得大残了 是的 装方其实都有损耗啊 一个很远距离的雷 XF这边是把龙四哥给炸倒 你还比是 旁边有机会了有机会了 是的他也在找这波机会 看你们倒地的一个情况 而与此同时其实雾后那边打的 已经下风了 他先灭了DDT以后又越来巨蜂 我天门也淘汰掉了CTG 现在场面是真的非常混乱 又给了一个切脚 左上的一个切脚 悟空的房区还在这个切脚里面 是的 这波F3是被淘汰了 对淘汰掉以后看一下New Happy 天门又是 刚才是有伊克雷把黎素给放倒了 所以这波 我说进攻来看他们的人数 是军事吗 我又是伊克雷 突然一下军事变成了 就是优势 他打的只剩七七和他们弟弟了 这波烟也封得好 刚好封住对方的视野 在烟散之后 我天罢小唐的火力很猛 小唐 我 最后还是 没有打过啊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能反打成功了 但原点人了 近点要去打这个Terra 哇 哇 哇 他们这波是顶着十七的火力 就硬要过来扫这个车 是真难找机会啊 他就是在等你转移的这一波上车的时候 去打一个过点 还真让他打下来了 不过原点数据的话是淘汰掉了 New Happy 反正是尝尝几支队伍嘛 大家都是 呃 在满边的 悟空啊 而且是这一局的话 我感觉悟空这一局手感还挺好 这辆冒黑烟的车 应该就这 应该就这 是的差不多就这了啊 了不起 找个人去厕所 这个车看起来真的好惨啊 这个生活过大了 哦 这个雷很有很艺术 是 弹到高空的一个空暴 三 几方合理是淘汰要了MCG 有石漆 有悟空 然后有佛言 他已经贴到了 小海和龙春进点了 你看 就是怕这种 其他队伍的枪线太过于密集 你怎么敢一个人往里面跑啊 这个栅栅不是你扎开的 你一个人在想什么 我的妈呀 真的是有定位的啊 真的有定位的 我觉得 他这个手雷就是找着夫人们来的 哇 哎哎 我又掉一个 这个隐患就体现出来呀 是不是打嗨了呀 这个悟空 突然搞起来了 悟空变成在绝对天光该断的是队伍 我的妈呀 还好郁郁啊 小索也也有点光 他这个地方也有点光 他应该不知道郁郁这个兄弟们 对方看到对方石头太大 啊赶紧扛过去 来不及就了 十七过来了 找机会出手 十七 已经掉两个了 泰瑞 直接被 淘汰掉 这个十七在狠狠的追分 是的 十七抓到了这波机会以后左右开弓 而小北这个点位倒了 有没有机会服 能能能能救能救能救 稍微听到一点脚弧声 以及小海的威胁就没有那么大了 只有一个多的脚弧 好的现在一个三打二 嗯 分数一点失误不想出啊 是的 所有的火力都在覆盖 拿到白龙马以后 三打一锁地石头后面的位置 然后直接不闪光往前压就可以了 三个人 不想让他送分 这边是不想让他送分 恭喜十七 这边是在今天的第五剧里面 拿到九个淘汰成功之机 并且和NewHappy同分